中文拜登26日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 希望加萨可以达成停火协议 拜登当天在纽约进行一下行程时表示 他希望跟以色列还有哈马斯可以在3月4号停火 美国以色列卡达跟埃及代表最近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谈 以色列方面同意战时停火六周换回遭哈马斯压扣的人质 而根据两名熟悉停火谈判内容的消息人士透露 哈马斯对于人质谈判以及加萨停火的部分关键要求 做出了让步 让参与谈判的各方可以更接近的达成一项初步协议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